中华民国在台湾75年 第一次碰到三党不过半 而且属性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国会改革最重要的契机 以及关键的时刻 八百年民主的英国国会 讲了一句话非常清楚 除了让男人生小孩以外 什么事情都可以权衡变通 只要是民意之所在 国会都可以克服万难来完成 当然根本没有所谓的毁线乱政 更期待新一届的国会 能够我们的行政官员 能够把第九届第十届的这些肉席能够改善 到立法院来 不要态度乖张 必须开始要紧张 但是千万不要慌张 也希望国会的尊严 能够得到正式的伸张 民意能够真正全面的开张 我从2月7号感冒到现在都没有好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昏昏沉沉 请大家多提醒我一下 柯总裁 好朋友手下留情 好不好 我们常来常往 好不好 那现在他妈也难免就是要求这一团和气 这也没有和线乱在的问题 讲这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一团和气 能够仔细久一点 不要等一下 走下电机的时候就开干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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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